你这个菠萝啊 这样打折 打骨折都没人买 我跟你讲 你打个折课嘛 我叫沃龙 我今天呢 教你四个方法 让你这个菠萝两个小时卖光 你要不要听一下 那么好吗 可以 如果说学不会的话 我就照顾一下你生意了 如果学会的话 你就送我一袋 这个 哎呀一袋才20块钱 送 绝对送 来 首先呢 我跟你讲啊 你那个不要打五折啊 你打五折别人就觉得 你这个是不是过期了 别人不敢买的哦 好像清仓处理一样 你应该说买一送一 这样啊 对买一送一的话 是不是别人就觉得 有便宜可以占哦 而且产品质量也没问题 用户有满足感跟获取感 这个是最简单的一招啦 来第二招 每一招越来越厉害哦 你要注意听了 你这个呢 就不要说打七折 你应该说第二斤半价 第二斤半价 打几折 半价也就是五折 第二斤半价 那七五折 第二斤半价 第二斤半价 第二斤七五折还是多少 七五折 那七五折 答对了 对吧 那是不是比你七折要多一点 对 而且听起来也好斤嘛 你还赚多一点嘛 对对对 是不是你自己心里都有数 而且的话 像我们买衣服买奶茶都有第二件半价 第二别半价嘛 嗯 所以说80%的用户都会选择买到第二个 不然他觉得他亏了 但是如果从用户的视角来看的话 第二斤半价是不是打五折 但其实是打七五折 对吧 对对对 来第三个 如果说有一天啊 你这个波罗有很多车卖不出去 你应该说什么呢 第二斤半价 第三斤免费 等于你清仓处理 哦 那是打几折 啥 第二斤第三 不懂哦 打五折 对吧 但是等于你的套路太深了 我以为打 打五折 四股套路得人心嘛 而且呢 有没有人会买到第三个免费 一定会买的 对吧 尤其是大妈 我们这有点贪小便宜嘛 对不对 哇那卖的更快了 是不是 对对对 直接卖掉 那你学了三双 我考一下你好不好 好 如果说是四人同行 一人免单 是打几折 那不是打五折吗 错 一人同行一人免单 就是买三送一 买三送一 三送一 七五折 对啊 哎呀学会了呀 可以哦 三人同行一人免单打几折 一人免单 三人同行一人免单 就买二送一咯 那就是七五折了是吧 六七折 搞晕了是吧 有点深是吧 这应该是城市的套路 啊 城市的套路 十块三个了 搞错了 是第二斤半价 我还想那个呢 来我再考你一个好不好 如果说有人过来买波罗 你跟他讲成为会员充值三倍 当天免费打几折 充值三倍 打个五折 打什么五折 对是打五折 就好像 比如说他啊 过来充值一百块钱 然后他成为会员了 然后他充三倍充三百 那一百就退给他了 啊 就可以考 到底是五折爱奇五折 不是五折 好了 你自己好好想一下吧 好吧 这个要慢慢跟你研究这个 学会了没有 学会了没有 应该要学着 叫到你五折 买二送一那种 所以说我们做生意 一定要模式先行 对对 啊 一定要懂得用什么 营销思维去做生意 这样啊 嗯 要不我们这个 石脑袋就是 打这个折 可能没得吧 没得吧 对啊 送我一个 可以 刚才都说送这个给你吧 送这么多 我明天我 今天等下我改嫁了 好好好